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今天的特別來賓非常的特別 他是大愛劇場芳草碧連天的真實人物 魏良旭師兄 這張照片是2013年5月 他在海地首都太子港 參加御佛典禮虔誠的模樣 今年55歲的他 早在兒立之年30歲就創業有成了 20多年來在水電空調的專業領域認真打拼 也在慈濟的大福田認真的耕耘 創意無限的他 甚至在兩年多前還成立了真愛演劇團 你看他不僅自己粉末登場 他還寫劇本自己當導演 去年的除夕夜還受邀回到花蓮靜思金色演出 得到了滿堂喝采 只不過一位戲劇的門外漢如何透過真愛演劇團來弘揚佛法 傳遞人間的大愛美善呢 今天就透過影片來認識魏良旭師兄精彩的人生故事 好的 這是長的向前圈嗎 還要用你的 做會嗎 這要用拍的都比較多 這有辦法 穿這張仙子 又去 沒空 片子 不會是 對啊 沒空 那在上面看看 成軍於2010年的 珍愛演劇團 主要班底都是以 實業家與慈濟志工為主體 平時各自忙碌 剛從機場趕到活動現場的 陳明澤連忙跟著團長 魏良旭練習走位 我的頭要看 我是這樣 你那邊是這樣 你是在想 雁翁 剛才雁翁 是去聽話 我這樣 他就把他殺出去 救你 救你 你便利在我後面 你說這不是派文 這是一名高博 現在我們兩個走到他後面 我們本來在台前 我們走到他後面來的時候 我的利在他後面 身兼編劇 導演的魏良旭 還得記得每個人的定點走位 萬一團員無法前來 就得自己親自上陣 你這樣遇到 結果都買不到說缺貨啦 賣得超級好 我跟你說 你假如沒有燒沛封兔給我的話 我一定會回來找你要的 哎唷 老爸不要回頭 不要回頭 我會記得燒沛非常非常多 他就直接給你啦 陳英子 你怎麼在這裡 是啊 衛蘭姓 你又來喔 是啊 你本來不是身體很用嗎 怎麼這次就走來 哎 下去了 很快樂 你捧著一個主持人 再去從哪裡來 神台湖 第一名叫做 因緣果報 你就是砍發生靈 害人的那一種 做到最後的理想 理想 你們不知道嗎 眼前最認識 林大哥 嚴羅王 嚴羅王 草民拜見嚴羅王 不要尊敬 不要尊敬 一部簡單的筆記型電腦 魏良旭的創意隨處自在 有時在書桌前 有時在火車上 陽台大椅上 望著山景 更是他多數靈感的來源 我有好幾部 好幾檔戲是在那個 那個什麼 水燦的時候產生的 那個念頭都在那個時候產生 因為那個時候一天到晚在比嘛 所以你一天到晚在念那些歌詞啊 那我 我常是這樣 我念到那個歌詞 我心思就飛走了 然後我就想到那些意境啊 我就自己開始去編那些意境出來 我很希望是 其實我只純粹供應劇本就好了 然後 全世界各地的慈濟人他們有需要 我就給他們劇本 他們就可以去發揮這樣 就是很生活化的一個傳法嘛 然後用很簡單的方式去傳法 其實我這個眼睛也不太好啦 對 所以當然也有可能 這個眼睛有一天也像他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就萬事休了 你知道嗎 大概沒有什麼機會再出去做了嘛 紋粹 什麼 紋粹 紋粹 對魏良旭來說 劇團的成立就是傳法的開始 有越多人願意參與演藝 正法就能透過戲劇傳遞到觀眾的心中 一四回都是本書 對 對 對 兩位聽說啊 不是禁辭自己才認識的 早在早在您 惡力之年創業的時候 他就是您的客戶啊 對對對 哇 那時候你還記得這個年輕人嗎 知道啊 因為那時候我做 從藝術轉到證券業 那我要辦公室的裝潢喔 喔 還有音量的裝潢就是他 承包給他 這樣 所以廟友真空真空廟友 一切都是好因緣 特別是剛才開場就特別強調 珍愛演劇團喔 雖然這個教團的名字不是你好的 不過那個發想 是大家共同 集市廣義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一些正確的觀念 來呈現給師傭師姐 透過共學的方式讓大家更了解更入法 結果是你開水說 我要輸還不如用眼的喔 對啊 開始都沒有劇本啦 一開始就把找幾個師兄師姐來 然後就跟他們講劇情的大綱 然後每個人都會加持 那怎麼辦 上台的時候你就沒辦法控制了 你不說拿著遙控器跟他們騎騎騎 像左像右開口閉口啊 對啊 後來一個宿舍就說 你們真的有夠愛演 就變成真愛演 喔 就是這樣來的 真愛演劇團是這樣來的 那我想請問你喔 那我想請問你喔 你是從小就是 欠材背 欠舞台的人 還是壓抑久了之後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舞台 把你的才華全部宣洩出來 我不知道我覺得 你的細胞裡面有這個細胞 演戲的戲這個細胞嗎 應該有吧 因為本來小時候就比較喜歡表現啦 這樣喔 然後主要是以前常常不乖嘛 常常不乖嘛 這樣 這樣 那小時候回到家裡 我們爸爸都會問啊 你是為什麼要這麼晚這麼回來 然後我就編一大堆故事給他聽 所以從小就有不斷的歷練 我看那個照片檔案照片裡面 有一個2011年水燦的短劇啊 我發現你坐在舞台上 你的左腳前面還真的有個人面衝的人頭 那創意很像發想耶 這麼好 這就是以前我們在念水燦的時候啊 然後就知道這個原浪展曹錯 然後曹錯找烏達國師找了時事嘛 我那時候在想說他那個 人面衝應該非常的恨烏達國師啊 因為他追了他時事才追到 然後曹錯被滿滿操展嘛 他一定很多恨 我覺得說應該讓他們有對話 讓著面衝跟烏達國師有對話 讓著面衝把他對烏達國師的那個恨 把他講出來 所以你揉一個空讓人的臉落在外面呢 對 因為那個石頭是假的 石頭是FRP做的 所以石頭的後面是空的 所以有一個師姐就趴在石頭裡面 那個是個師姐啊 對 我請一位比較嬌小的 嬌小的師姐 你是要你的酒店裡面這樣 對 然後我的左腳也是假的嘛 對 所以當那個庫館撩起來的時候 觀眾會嚇一跳 真的好人耶 就看到一個真人的臉這樣 其實這個劇本喔 透過你的小師啊可以來呈現 讓大家更簡單的了解 不過我們每個人的劇本上來都說嘛 我們這些人敢問這些人就好啊嘛 那到底要怎麼演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如是因如是果 你以前有想過無常會誕生在你的右眼 在你還這麼年輕的時候嗎 對啊 那個時候我才四十幾歲嘛 好像四六歲 然後 我那時候醫生跟我講說 我這個眼睛大概 大概 從此以後大概不太 不太能夠看得到東西啊 然後 我開始 我才會警覺到說其實 無常隨時都在身邊 這個事情我想高師兄可以當一位見證者啦 嗯嗯 過期可能他就很認真做了 但是那個眼睛的事情之後 他是不是 好像噴射機那樣噴的啊 他是對磁劑 看得更清楚啦 看得更清楚 只剩一個眼睛把它看得更清楚 他看得更清楚 還更深入 他的投入就是更用心啦 嗯 包括像 組合屋啦 嗯嗯嗯 還有這個 組進災區裡面 他就特別的有愛心啦 嗯 看到苦難的人他就 就會弱劣啊 他就一直想幫助他 嗯嗯嗯 就是那種積極的那個態度 嗯嗯 是我很佩服的 嗯嗯嗯 所以就誠如上人靜世宇說的啊 缺腳杯子似為緣 雖然一眼的勢力 出狀況啦 不過啊 看得視野更開闊啦 您的專業也讓 台灣實際的愛送到了海外 不管在星巴威或在海地 都可以看到你的巧思喔 怎麼說咧 透過影片一起來了解 這個就 就鎖那個魔術站啊 哦 魔術站然後就直接扣上去 就不用鎖釘子 很快的 所以去現場 組裝很快 又像梁又像柱子的結構 擁有水電空調專長的魏良序 也是慈濟人員會的小組成員 這間位在慈濟官渡園區的組合屋 在設計上別具巧思的結構體 就是出自它的構想 熱氣是從上面排掉 然後從旁邊進來 啊 就是冷風可以從側邊進 然後熱氣上面散 對 所以它這個半圓形的好處就是 熱氣可以集中在上面 所以我們上面有這個氣窗啊 你把它打開的時候熱氣就很 所以它是可以往上撐是嗎 對對對 這是轉的嘛 這轉的 所以越轉它就越往上撐 組合屋最大的考驗 就是要容易組裝又能方便攜帶 如何設計出符合需求的內部空間 不但是個大挑戰 外層構體也是大有學問 它是像魚鱗片這樣一片一片裝上去 所以它不會有漏水的問題 所以它這個好處就是 它有P1發泡的隔熱的效果 然後又有這個網子的嫩性的強度 所以它抽不破 其實我們在台灣做組合屋 其實做了很長時間 那其實挫折感很大啦 其實這一間我超滿意的 但是其實上人進來看可能不到10秒 他就出去了 一句話都沒有講 你就頭低低的出去知道說這個沒有過 對 然後你知道很多挫折你知道嗎 你常常會想說 算了算不要做了 因為不知道怎麼做下去啊 然後到後來上人說這個組合物要送到新鮑威去 超高興的總算受到肯定你知道嗎 然後你第一次看到那個光是骨架上來 在新鮑威的第一間組合教室的骨架站起來的時候 這個骨架對我來講是很熟悉的 看過很多次 但是它的背景是在台灣 那第一次看到這個熟悉的骨架 背景是一堆黑人在那邊 你說好感動喔 原來這個已經出來到國外了 然後可以發揮它的良能 2013年7月 魏良旭結束經營25年的公司 全新投入志工工作 簡單過生活就是它現在每天的快樂全員 做行李的快樂就是 就是一筆生意 一個工程結束了 然後那個小姐給我結算報告 我看這麼多錢喔 那種快樂 對 只有那個時候比較快樂而已 對 那現在的快樂不一樣 現在的快樂你每天做事情 比如說我們去演一個短劇 我跟他們說 假如有一個人因為看這齣短劇 而他得到感動 他得到歧視你都覺得很值得 你就是 你那種快樂是 你每天都覺得很有意義啊 八年前的無常 正式敲醒他的一記警鐘 我那時候我覺得很警惕是 那是一個無常 讓我的眼睛看不到 但我一直在想說 假如是那個無常是 讓我這個命休掉了 就要走了 我會什麼想法 我那時候想我假如說 當時八年前的那個無常事 我就要離開這個事件的時候 我覺得我一定會很多的後悔 我一定很多的後悔 是我沒有努力的做自己 假如八年前的那個無常是這樣 我一定很多的後悔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 下一次的無常來 我一定不要後悔了 在哪裡 單眼看世界 魏良旭用心眼放大視野 也因為放下 不再執著 每分每秒都能是無憾的人生 是啊 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後悔 所以魏師兄現在每天都活在當下 對啊 所以我後來 進來實際以後我覺得說 其實 說真的我們已經夠幸運 能夠生在這個時候的台灣 嗯 然後 只要我們很努力 我們基本上 衣食無缺 對嘛 那其實說起來 這個富人一餐飯 窮人半年兩嘛 是啊 對啊 那其實我們不思一點點 對於需要的人來講 它是有很大的收穫啊 嗯嗯 那你自己快樂不如 讓更多更多人快樂 更有意義啊 嗯嗯嗯嗯嗯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對啊 所以要善不歡樂善不愛 雖然你剛影片中講的 真的讓我們也蠻心酸的齁 上人看到您這個 跟大家共同創意 做成的這個組合屋啊 上人一邊看不到十秒就出來了齁 當時的心情我想非常的沉重 對對很沮喪 喔 但是當您 看到這個星巴威的 自由小學的簡易教授 立起來的時候 您當下的反應又是如何 我好激動 我第一次就是看到我們的那個 股價立起來的時候 我就好激動 有張照片是看你站在 星巴威的大石頭上喔 看你是在拍照的樣子啊 嗯 是在拍照還是 對有的拍照也在哭啊 因為那天就是你看到 七間那個組合屋已經站起來了 然後 看到旁邊那一個畫面是 那些孩子本來他們在上課的那個 那個棚下 兩邊一個對照 然後你看到那些孩子他們 他們充滿著希望即將要進 可以到我們給他的那個 那個組合教室裡面去上學 嗯 他可以不用 不用這個怕 高風下雨 曬太陽 嗯 然後可以讓他們安安心心的 在裡面上課 嗯 我覺得說其實 怎麼辛苦都值得啊 嗯 兩相對照喔 嗯 看現現啊齁 就像您 敬慈濟前 敬慈濟後的改變也截然的不同 特別是 呃 上人的一句話的勉勵啊 讓你現在當起的接送菩薩 一大早啊 天未亮啊 他懵懵就 陳忠喜勳法鄉 載大家一起來 關渡園區 來精進啊 因為我之前其實 嗯 因為包括去 星巴威啦 去海地啦 去法國啦 其實你看到很多 本地 當地的志工 嗯 然後他們其實 他們 呃 我在星巴威也聽過 在海地也聽過 當地的志工 他們都說 他們好希望能夠 聽得懂 上人在說什麼 哦 啊 我自己在想說 那我們這麼有幸 可以聽得懂上人在說什麼 怎麼我們 這麼不懂得 去把握音源去聽呢 去聞法呢 嗯 我跟我說我們 台灣的慈濟人 是有夠幸福的啦 你隨時隨地 都可以有機會 聽聞上人在說法 嗯 其實上人的法 就像水一樣嘛 法屁如水 他能夠敵心過嘛 我們看到了 呃 呃 魏師兄喔 真的就是 過去或許追求世間財啊 不過他現在更了解啊 財產五家共有啊 更重要的是 如何把握當下 如何讓自己在慈濟裡面 蛻變成長啊 這個過程 除了等一下告訴兄 可以繼續見證之外啊 他的姐姐啊 我們的魏欣娟師姐啊 錄了一段話 要來見證你喔 我們來聽聽看 我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欸你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他就回我一句說 內舉必 內舉必親 就這樣回我 然後我就說 欸那你現在 我是姐姐耶 他說我現在法濃於血 就法親濃於血親 喔喔喔喔好 我也聽懂了 所以我就不再說了 梁旭這幾年的改變喔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家人 看在眼裡都覺得很安慰也很開心 因為以前他的個性很執著 而且脾氣也不好 那很多事情 我們很怕跟他溝通 我們要給他一點點愛 他會生氣 他會不開心 他會覺得說 你們給我自由好不好 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要給我那麼多 然後讓我覺得 我有壓力 他現在真的是成為上人的好地界 尤其這兩三年來 我們真的是看到他很徹底的改變 那碰到什麼樣的困難啊 逆境啊 我覺得他都有法 所以很快就能夠過關 我希望他身體健康 好好照顧自己 那因為走菩薩道要走很長的 一定要把自己照顧 身體照顧好 那當然現在他 我相信他的灰命 也一直在累積 可是我覺得 自己的身體能夠照顧好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接以更多更多的菩薩 就成如魏志兄的姐姐 信念師也講的 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還要灰命增長 他說你過去執著 過去執著沒有 這都不用說了 因為我們這次都看不到 看到的時候 是成如上人的祝福一樣 因為如果你有看方曹碧臉 你就了解 過去他們家 就是為了要能夠傳中接代 生一個男的這個事情 再苦惱著 當然讓楊徐師兄壓力也很大 但是上人的開示 讓他們無體無灌頂 上人說生男生女無重要 生菩薩比較重要 你就是彷彿是個菩薩化身 過去可能沒有了 這次了解 上人所說的菩薩 那不是泥塑木雕的 是可以真正走入人群當中的 包含高師兄也是 在我們草丹村委員也能看到 對 激善之家必有餘慶 一名歐漏二名 對 這位年輕人你 有什麼要把他拿出來 還把他抗爭 沒有他就是他的根氣也是會根 第一個是他 過去是執著 現在是堅持 執著是錯的 堅持是真理 長江夫勃感情 尤其兩位都是這個 國際慈濟人道援助會 我們簡稱人員會的 租屋主的成員 過去您跟著高師兄 不管去貴州去甘肅 幫很多人 建立了遮風避雨 安生立命的家 而現在 五卓二世 三界如火宅 則是要鼓勵大家 要趕快 如何讓人間的淨土 早日重現 就要靠法 沒關係透過 你每天陳總理勳法鄉 或是在台上演藝 正愛田劇團 都是希望 讓大家更能夠 簡單佛法生活化 對於未來你自己 有什麼樣的期許 盡量跟緊上人的腳步 想你上人希望我們做什麼 就努力去做 對我想應該更廣泛的去 對我們的職業更廣泛的了解 然後能夠接引更多人 進來一起來請菩薩道 嗯 OK 最後啊 這個為 魏師兄過去愛的足跡 做一個整理 不管是跟著高師兄到 貴州甘肅 等等大陸神州的地方 或是星巴威南非海地 印尼馬來西亞 新加坡菲律賓 美國日本 都有魏師兄愛的足跡 不過今天透過大愛的 衛星傳播 他的故事可以讓更多人了解 真的是把握當下 行善行效不能等 大笑就是讓父母給我們的身體 來做利益眾生的事情 我想魏師兄做到了 高師兄也做到了 感恩兩位今天來 布施生命的故事 感恩 祝福你 今晚看清看明 走路走在光明路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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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